第23题 乘21题 电池提供的电能E1 与电路中电阻消耗的总电能E2有何关系 老师上课已经交代过了 如果我们导线没有电阻 电池也没有电阻 那么电池的总提供的能量 就等于外面电阻器或者灯泡等等 电气消耗的总能量 也就是说总提供等于总消耗 所以第23题 问我们说 电池提供的电能E1 与电路中消耗的总电能E2有何关系 我们答案选的是A E1等于E2